簡單聊一下 昨天大巨蛋有先做這個挑戰 對 其實我一上任 對於大巨蛋就有階段性的目標 就做好相關的Agena Setting 議程的設定 第一年盡快讓他可以完工啟用 而且舉辦國際賽事 所以確實我們第一年讓他完工舉辦亞軍賽 第二年我們盡全力克服過去的限制 以及各項困難 能夠讓大巨蛋舉辦演唱會 所以我就是要讓大巨蛋一定能夠盡快的辦演唱會 一定辦 趕快辦 目前預計在8月中旬 消防安全基金會就會完成相關的檢查 以及各項的演練 那屆時把案件送到台北市政府 那我們會做全面的審查 那只要審查通過 那8月完成 我想最快 9月大巨蛋的場地 是Ready 那當然我了解 辦演唱會 它一般會需要三個月左右的籌備期 但是目前我們可以確定 在10月份 我們在大巨蛋就會舉辦國際晚會 那目前自己個人 其實也很希望也很期待 江會可以付出 可以在大巨蛋辦演唱會 因為我結婚的時候跟我太太進場 我們是唱江會的Get Out 所以當然我自己個人的心願 但無論如何我想相關的進入跟程序 目前的情況是如此 好不好 謝謝 柯文哲說圖利但不違法 你怎麼看這說法 你怎麼看這說法 他真的這樣講 對他說金華城 他就說有啦 有圖利但哪裡不違法 哪裡哪裡有違法 謝謝謝謝 這樣講嗎 那我瞭解一下 現在民眾黨真的很多事情要來處理 好我們看到柯文哲是這個又脫口說了這一段話 是不是又在自爆呢 他說金華城案圖利 對啦圖利但不違法 好那他這個現在就深陷了三大案產生 包括北市科還有金華城案以及台治光案 那大家就在講他會不會是包括呢 寄這個鄭文燦之後下一個被灰刀的人選 好那他講說因為大家問他說 你這個案子呢 金華城案跟楊文科案一不一樣呢 他回應說金華城案是有經過都委會 都審會三個專案小組 都發局官員至少50個人 所以如果你說有問題的話 那你打算要抓誰呢 至少有50個人 難道意思是說這50個人全部被收買嗎 你們告訴我哪個地方是不合法的 如果大家一直說圖利 我說對啦圖利 那哪個地方不合法講不出來嗎 我都覺得還有一點要打的話 應該是我選總統的時候打 現在呢全部著村後不著店的 不然就應該等到下一次選舉的時候再打 奇怪居然在這個時候 好可能這個民進黨要趁熱嘛 現在可能想要來解決 好那民眾黨的發言人吳一軒呢 緩家說 柯文哲說的圖利 指的是合法範圍協助台北市政來順利推動 如同激勵當天 當季天下利 如同激勵當季天下利 為的就是讓市民可以得利 好另外我們看到呢 這個台北市議員尤淑慧他說 只有金華城可以 這怎麼是民眾黨所言的圖天下利呢 並且呢搖頭啊評論會說出這種話的 柯文哲主席 他覺得柯文哲真的是法盲主席 好那麼民進黨台北市議員許淑華就說 柯文哲的失言 這是精心設計的來降低事情的嚴重性 要安撫支持者 他說民眾不要被柯文哲的文字遊戲給誤導了 好那我們繼續看到呢 現在民眾黨呢 這個包括高宏安的事情 好加上下一個有沒有可能是柯文哲呢 好其實讓他們自己呢 現在黨內可能也有蠻混亂的 那我們看一下好感度的部分的民調 好其實呢一路這樣上上下起伏 那現在呢 好我們來看到這是反感的部分 然後一直往上 那我們看到好感的部分呢 現在陸陸續的往下 好從最一開始呢 這個2020年你看8月的時候 他們當初創黨的時候是31% 好一路的往上升 又這樣子波動 那麼到了現在2024年7月 看到最近的這幾件事情 結果呢現在好感度呢 剩下31.6% 好可以說是跌回到創黨時的低點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那其實大家就在講喔 高宏安呢現在出事 那柯文哲是不是想要再挑戰2028 可能也危險呢 好亮哥就講說 因為民眾黨是台灣第二大反對黨 那司法要怎麼對待你 你其實可能都沒有反擊的力氣 好那所以像現在的這個高宏安啊 看到這個王玉文公衛文之外 是不是未來柯文哲也一樣呢 好我們來請教一下這個明顯哥 好我們首先問一下明顯哥 因為現在柯文哲身陷三大案嘛 那他自己就突然自爆了 他說金華城案對啦你們都說圖利好 可是呢對啦圖利但是你們找不到不合法的地方 好哪些地方不合不合法你們也講不出來 那我們看到呢現在包括呢從高宏安的事情 好到現在柯文哲自己也有一些案子纏身 會不會下一個呢就是要被搜索好的對象啊 那所以呢包括他好感度也都已經降到 創黨以來的一個低點喔 回到創黨的時候的低點 所以現在呢民眾黨是不是真的也還沒準備好 因為亮哥也講啦 司法如果真的要針對你 你可能也是毫無招架之力的 你怎麼看 柯文哲是昨天接受專訪的 中午接受專訪的時候 提到就說金華城啊對啦對啦圖利啦 圖利但不違法 可是一般的民眾 一般人的想法對圖利這兩個字 老實講就是認為說你圖利 圖利這是屬於涉及到法令的問題喔 而且圖利罪是依照貪污治罪條例 他是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喔 跟貪污我們就說高宏安這一個 涉貪的話 炸領助理費 這是七年起跳的 的那個貪污罪喔 所以圖利罪這個是有刑法上的 跟包括一般的社會價值上的 這個兩個層次了 所以沒有人說在一個司法檢調 在偵辦當中的過程中 對外大拉拉的講說 對啦對啦我就圖利了 不然要怎麼樣 所以我認為 柯文哲昨天接受專訪講到說 我自己是圖利 我認為這兩個層次 第一個 他就是有多少有一點賭氣的成分 就是說意思 你檢調你法院 法院判高宏安重罪 還有甚至包括王玉文 公玉文這一些也判了兩年 你只有四百多塊而已判了兩年 然後緩刑五年 這跟一般的社會 社會的觀感 跟一般想法不一樣 四百多塊而已判了兩年 而且王玉文講的說 他今年一月的時候 在接受檢察官詢問的時候 檢察官也特別說 啊上面有交代 就是要起訴你 像這一些 到底政治力有沒有介入 對柯文哲來講 他一定心有氣氣焉嘛 包括北思科 金華城 台志光 這三個案子 確實檢調都在偵辦當中了 所以這個是兩回事 我先講兩個層面 第一個在法律上 包括台北市議會在行政 在行政調查的部分 針對北思科 金華城 台志光 都有成立調查小組 可是同一時間 檢調也持續在偵辦當中 所以特別針對金華城啊 你的容積從五百六到八百四 確實像阿伯講的 過程中包括都委會 都審會 專案小組 一整個SOP的流程 有五十個人開會 可是關鍵還是在於 你容積變成八百四 從五百六到八百四的過程中 金華城他也有自提自創的 一個獎勵的方案啊 包括智慧城市 任性城市 這是過去沒有的啊 所以監察院也有糾正 糾正過台北市政府嘛 所以現在檢調如果在調查 約談了相關的人 假設這個決策的過程中 是柯文哲主導的 那就要看法官的新證 到時候檢察官的新證 如果他給你依照這個案子 給你起訴的話 那我覺得阿伯他可能就會 啞巴吃黃蓮 有苦說不出 所以政治的效應是一個 起訴的是一個 高宏安被一審宣判重罪的時候 我想阿伯大概心裡面會這樣想 他會是下一個啦 所以現在是很麻煩的是 對民眾黨來講 高宏安被重判 這一定跟一般人的想法一定會兩面 有人認為說阿你11萬 要判七年四個月 公衛文幾百塊 要判兩年緩刑五年 會不會不符比例原則啊 可是不管再怎麼樣 司法一審宣判了 那對民眾黨一定會有衝擊 那因為畢竟檢調啦 司法啦 檢警調 這掌握在執政黨手裡啊 一般人包括很多人 包括甚至有一些 有一些朋友也會提醒我們說 阿鄭文燦都辦了 高宏安也辦了 接下來會不會陸陸續續一些 包括楊文科啦 包括林芝廟縣啦 包括柯文哲啦 一連串一頭來哭的 接下來是不是都啟動了 甚至我也看到比較親綠的媒體 包括自由時報社會人來講說 大樹灘時代要啟動了 那是不是這樣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要人人自為 像柯文哲這樣 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高宏安第二 所以大家會擔心啦 所以第一個司法要如何讓人家信賴 我覺得包括法務部長 甚至賴總統都要出來講話啦 不要說司法宣判 好像有政治力介入的 這個我覺得是大家會比較擔心的啦 你不能思法是有一個判施 沒有一個判施 這個大家會比較擔心 所以從賴總統 從蔡英文到賴清德 司法到底是怎麼樣 政治力有沒有介入 這個要講清楚嘛 那第二個 針對政黨的部分 美麗島最新的民調 民眾的好感度當然是下挫啦 甚至輸給國民黨 這部分當然對於司法的部分 對於高宏安這案子 確實有受到影響 受到傷害啦 可是 未來柯文哲怎麼去因應 就是說接下來 當然高宏安主動退黨 是看起來是要挺損 希望把這件事情的傷害 可以把它止住 不要讓它擴大 可是現在 包括從代理 代理市長的部分 那未來可能面臨到說高宏安 可能民黨 側翼可能一定會發動罷免嘛 所以這件事情 不會這樣子結束啦 那至於說柯文哲的部分 未來是這樣子啦 包括其實關鍵政黨的生存 還是在於2026的選舉啦 那從現在到2026之間 明年2025之間 柯文哲的案子會不會爆發 這個就衍生司法跟政治的效應 所以是這樣 就是說民眾黨怎麼 面對相關的議題喔 我覺得說現在對民眾黨來講 有點在走逆風啦 那至於說司法為政治服務 這個邀風 會不會也吹到國民黨來 包括從嚴寬恆啊 接下來後續大家會看到啊 所以大樹灘時代這一把刀 如果殺象在野黨的話 真的會人人自危耶 所以我覺得這樣 民黨現在感覺好像 砍了一個鄭文燦 其他都穩了 可是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齁 司法這把刀會人人自危 我覺得包括法務部 包括賴總統 還是要講清楚 說明白 不要變成司法為政治服務 服務的話 這個就是很被愛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蠅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蠅協會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蠅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蠅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蠅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